39歲的周永恆 今年4月 因為涉嫌 出現恐嚇妻子被捕 之後有指他 拒絕配合警員採取指紋 以及在警署 涉嫌向警員吐口水 他上個月以新屯門裁判法院 承認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 以及襲擊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兩個罪 原定今個月12日判刑 不過當時處理主任裁判官張志偉 質疑周永恆是否維持認罪 也明確指出 周永恆表明有心理準備被判監禁 希望律師可以問清楚他的意向 所以將案件押後至今日判刑 在今日下午大約2點11分 周永恆由律師陪同抵達法院 他在笑容滿面 在法院外面被傳媒拍照 被問到對案件有無信心 他就只是說平常心 周永恆拒絕執法人員罪 認罪之後獲得扣減 罰2000元 而襲警罪 以三個星期監禁為量刑起點 認罪獲得扣減之後 判即時監禁兩個星期 他太太說早有心理準備 不會上訴 好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